大家好,我是三喵 现在我在的位置是上海的自然博物馆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自然博物馆是很多人评价的嘛 说是整个国内啊 中国国内最好的 甚至说唯一一个合格的自然博物馆 那么这句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就是说这个自然博物馆里面的 它不只是给小孩子去打发无聊看的啊 不只是摆出一些恐龙 你像我底下有一个鲸鱼的骨架 然后小孩子你看 哇,好大好大 就是它是有一些科普的这个属性啊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也是做一个尝试 之前呢我是把一些图画给插到了视频里 那么这次呢 我想试一试把这几个视频给合起来 那么这是我想拍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上海自然博物馆里面啊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么我就挑我感兴趣的东西 跟大家去讲 那么你们也知道我感兴趣的可能是恐龙 古生物之类的这样的东西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地层埋藏图嘛 那么这个生物它是从远古时期到后来 慢慢慢慢演化的 你看其实恐龙是一种距离现今比较近的古生物了 对吧 就是一亿年左右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地质年代从过去到现在 那这些啊 这些其实应该都是常识 都是需要去这个作为一些基本的东西去了解到的东西嘛 然后这边是各种各样的动物标本啊 这边是那个网红狮子等等等等 那么很多人来到这个上海自然博物馆啊 会来这个网红狮子这边打卡 那么我感兴趣的是这些东西啊 那么这个就是地层啊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我之前做过讲恐龙的那期话题里面 讲到地层这个东西啊 就是很多的化石其实是非常非常残缺不全的 那么这样的地层里面 它是出土的很多动物的化石 它能够去复原一整个生态系统 那么这样的一个地层就叫一个formation啊 那么这里展示的是四个这样的formation 那么这个是中国算是定制年代比较早的 云南成江寒武纪的这个formation 那么讲到寒武纪 有一个词叫这个寒武纪 生命大爆发 那么这个里面就会出土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寒武纪的一些动物的化石 像三一虫 奇虾 然后有一些这个极所动物的祖先 比如这个海口鱼啊 云南虫啊等等等等 这个你看它就是一层一层的板 然后可能在这上面有一些印痕之类的 那么就是左边的这个 这边这个是贵州的这个观里新翼地区的 这个岩层化石啊 那么这个是三叠纪的海生海形类动物啊 比如说鱼龙啊 比如说这个贵州龙 比如说这个我之前讲过的那个叫奇异山齿龙 都是在这样的地层里面被发现的啊 我之前说过我有一个哥们儿 他是做这个古鱼类研究的 那么他做的三叠纪这种鱼类也是在这样的地层当中被发现的 我们看这种地层就怎么看 一层一层嘛 这个是你说的是沉积岩 那 sedimentary rock 然后这种像一个一个输液一样 这个叫液岩shell啊 那么当然讲到液岩可以回头专开一个栏目讲液岩油啊 对吧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石油 它就是湿油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化石的这种能够出产的地方 所以化石被发现的时候很多是被压扁的变形的啊 那么这边这个啊 这边化石墙就是我眼前的这个化石墙 是中国的古生物学家乃至中国科学界 能够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啊 能够连续霸榜nature和science和国族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化石墙 这是哪呢 这是中国辽宁啊 北漂异县那个地方的早白恶式的化石群 在这个地方出土了带羽毛的恐龙 比较早期的鸟类 那么这个地方出土的化石是真正的confirm 确定了就是恐龙和鸟类的心愿关系 当然了除了这个带羽毛的恐龙和原始鸟类 这个地方还会出土别的一些东西 比如狼鳍鱼的化石 狼鳍鱼的化石现在也是可以在网上买到的 它不算是这种珍稀的化石瓶 你看我随便一找到看见没有 这里就是一个狼鳍鱼这样的一个化石 那么你仔细找的话 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啊 有的是只有尾巴 有的是整个一条鱼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formation 那么最后一个是这个山东这个地方 灰藻土这样的一个埋葬地层 新生带着这样的一个化石群 那么这就是上海三人博物馆 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看的一些东西 就是它通过这四个这样的formation这样的岩层 你看最左边是5.3亿年前 然后2.3亿年前 这个是1亿年前 而这个就是新生代的化石层 它把整个的地质年代就这么展现出来啊 然后其实要稍微懂一点点地质石的话 这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东西 这比什么宫阙万千都做了土 还是令人震撼的 然后这边是有一些这个动物的标本和模型 像标本嘛 你看有一些这个牛啊 鹿啊 这些就是这个标本啊 你看那个牦牛啊 射牛啊 包括这个驯鹿啊 这就是毛茸茸的下场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 你像那个远古的动物 你像那个西角类的恐龙 阿根廷龙 这肯定就是模型了 这不能是标本了啊 那么这几个动物的 远古动物的模型 可以讲一讲 你看上面的这个是明和龙 或者薄片龙啊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最后的蛇颈龙了 它生活在这个白恶纪的这个最末期 那有人说 它这种长脖子是不是个软肋 的确是啊 那么这样的长脖子 的确会让它成为这种苍龙的这个牺牲品 而这样的蛇颈龙 其实它演化到这个程度啊 那么它占据的这个生态位 其实是海洋里面 它不是顶级的烈石动物 但是它也能活得很好 所以说进化论这个词 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可以管它叫演化论 对吧 我可以不是最强者生存 而是适应环境者生存啊 哎呀 讲到这里顺便说一下啊 我在循迹这边正在argue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自己再开另外一个付费栏目 叫社会达尔文主义 正在argue中希望能够去把这个事情给理顺了啊 然后我们先讲恐龙啊 那么右边的这个 我之前讲那个关于恐龙的碎碎念的时候 提到过它 大家记得吧 吉隆 那么吉隆的这个形象是经历了若干的变迁 像袋鼠一样尾巴撑着地 然后你看这个就是侏罗纪三 如此之复原 那么再后来呢 就发现了吉隆的后支 这个后支绝对不是这个模型里面展示的那么长 它宛如科技嘛 我说过 所以它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对 再后来尾巴上发现了一些 这个扁平状的这种尾鳍一样的组织 所以说这个吉隆是有可能食余的 而且是有可能在水里面的恐龙 那么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最近好像这个吉隆的一些新的发现证明 如果你对它进行生物力学测算的话 它不太能够在水里游泳游的那么好 可能像射型一样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你新的发现产生了 新的证据产生了 那么旧的理论肯定肯定会要被推翻 那么这样的事情 那吉隆旁边的这个庞然大物啊 庞然大物 阿根廷龙 这个算是人类发现的最大的西角类恐龙 Sour pose之一啊 那么西角类恐龙当然是最大的恐龙啊 就是你们知道那种长脖子的那种 它的大小就是那有人说是不是过去的动物都很大 现在的动物很小 不是 我们往上看 那么目前我们知道就是地球史上最大的动物 可能就是上面的那个 那个东西就是现在还存活的蓝星啊 因为这个水里的浮力还是大的 你在陆地上的动物 它无论再大可能都是有一个物理学的上限啊 哎呀这个自然博物馆2015年开了以后吧 这个阿根廷龙的模型就一直在这边嚎叫 那么嚎叫了九年啊 那么它还在嚎叫中啊 那么除了它之外像那个汝阳黄河巨龙 包括这个阿拉摩龙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当然了 这个谁是最大的 这也是贴吧里面或者各种外行争论的这种话题 然后后面的这一具骨架啊 后面的也是一具西角类恐龙的骨架 这个估计很少有人注意到 这个是马门西龙啊 马门西龙是一个脖子非常非常长的西角类恐龙 它是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的这个四川自贡啊 特别想去那边看一看 大山铺子恐龙之乡啊 而这个阿根廷龙是生活在白厄纪 它是那种泰坦巨龙类 跟阿根廷龙 跟这个河川满门西龙 亲缘关系已经非常远了 当然外行的话 你可以认为它们都是西角类恐龙 这个没有错 那么河川满门西龙再往后的那一只啊 那一只是一种原西角类恐龙 叫许氏鹿蜂龙 如果在中国的话 那么各大自然博物馆 或者有恐龙化石的博物馆 那许氏鹿蜂龙是一定能够见到的 因为它是中国人发现的最早的一只恐龙啊 那么严格来说 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最早的一只恐龙是什么呢 是俄国人在黑龙江发现的鸭嘴龙啊 满洲那地方发现的鸭嘴龙 那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第一只恐龙 这是许氏鹿蜂龙 杨忠健先生发现并命名的 而且是在抗战的最艰难时刻在重庆庄稼展出 那么它是一种原西角类恐龙 它的大小在早侏罗纪啊 早侏罗纪的时候已经不小了 但是你看 跟晚侏罗纪的河川马兰西龙比一比 跟白厄纪的阿根廷龙比一比 那么有很多很多的证据证明 那么后期的这种西角类恐龙 它就是从早期的原西角类恐龙计划来的 当然不一定是由这个这个许氏鹿蜂龙计划来 可能是欧洲的板龙或者什么 这个你不好说 但是你可以认为左边的这个是前辈啊 然后后面的这些都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的这些啊 我们把镜头往上摇 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你看头上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会忽略掉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地球历史上出现出的最大的会飞的 叫风神秘魂天赛的东西 就是说上海自然风暴还是很不错的 它这边那些古生物的模型啊 或者一些展示 它是把世界上的一些比较著名的都给放过来啊 因为这是恐龙时代的东西啊 那么往这边咬近 我们看到恐龙之后的哺乳都往时代 你看这个是啥呀 这个这么大的 这是恐龙吗 这不是这是巨蜥啊 它是跟犀牛亲缘关系很近的 鸡皮类的一种动物生活在中心市啊 那个对给大家安利一个纪录片 很老很老了 BBC的啊 是与恐龙同行 先是拍的Walking with Dinosaurs 然后恐龙之后的野兽时代啊 Walking with Beast 与野兽同行 那么很老 但是作为一个基本的入门科普 可以看 与巨兽同行啊 与野兽同行当中有一集 讲的就是巨蜥的这个故事 然后这边是种古路 它已经灭亡了的一种路啊 你这么看 你好像看不出来什么 那么我们把这个给放到正面看 我发现它的脚非常非常的夸张啊 这个就是第四季冰期的时候 我们人类子仙会遇到的一种野生动物了 那么前面的这个骨架是什么呢 前面的这个骨架是大地缆啊 如果就会去过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啊 就在那个阿尔伯特那个博物馆边上 它那边就有一个大地缆的这个画石 而旁边的这位就是这个雕尺兽或者星尺兽 求鱼的近亲 说起来这个大地缆和雕尺兽啊 这个是达尔文他去提出它的物种野化 非常非常重要的证据 为什么呢 这个达尔文他自己在坐着小猎犬号去环球航行的时候 到达南美是看到了这两种动物的巨型的骨骼和遗体 那么他也通过这个生物比较解剖学 发现这两个东西是跟那个 现在的树懒和鲚鱼关系非常近的 那个鲚鱼是能说成一团 那个巴西世界杯的那个吉祥物 但是你看这个雕尺兽 他跟鲚鱼比起来这个大小是差得非常远的 所以达尔文就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那可能有一些动物跟现生的动物 亲缘关系很近 后来就灭绝掉了 对吧 那么这是演化论的一个证据啊 当然演化论很复杂很复杂 不是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啊 这个是剑齿虎拉 然后那边这个是剑齿象 这个是猛马象 后面那个剑齿象 我记得小学时候有个课文嘛 讲那个黄河响 可以认为这个黄河响是剑齿类当中的一种啊 然后这边是这个动雄短面雄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 哎呀我本来想着把这个视频跟别的视频拼在一起呢 你看这个视频就15分钟了 那么行 那么这个视频就讲这么多 那么下一个视频我们来讲讲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恐龙 好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给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